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边一位阿姨 年轻时活得特别潇洒 何先生谁也不管谁 想去哪就去哪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大大小小的事 自己决定了就行 反正也能搞定 自由 独立 也不指望谁 既省心又踏实 年老的一天 她突然在一个姐妹面前嚎啕大哭 姐妹不解 你活得这么自在 为什么伤心 很久后她说 过去是觉得痛快 可时间越久 越觉得太累了 什么都要靠自己 胡秉言在《五诀》中写道 一夜一追寻 恒心宠爱深 香薇知冷热 陪伴共吸针 好的婚姻不必彼此捆绑 但一定要相互指望 好友婚后迟迟不能适应已婚身份 有一天 她在工作上受了极大委屈 躲楼梯间给先生打电话 没忍住 哭了 回到家 桌上是她喜欢的百合 热气腾腾的饭菜 一旁是眼中带着恋爱 有微笑注视她的先生 心情瞬间不那么差了 晚上靠着先生栩栩叨叨工作种种 先生抚摸着她的头 紧静地听 那天 她突然懂了婚姻的意义 不仅仅是两个人简单地走到一起 更是有了一个温暖的避风港 在外风吹雨淋日晒 受委屈欲不公有压力 回到家总有一盏灯会等候 有一双厚实的肩膀可以靠 你的委屈有人听 你的伤心有人懂 你累了 有怀抱可以歇息 你渴了 有双手为你倒水 你困了 有人为你暖被窝 拥你安入睡 纪录片《幸福定格》中 一位丈夫对妻子说 我唯一比较在意的一件事 就是逛夜市 你总走在前面 独自前行 不被指望 所以失落 夫妻间的被需要是一种微妙而必须的情感链接 让夫妻更相爱 在做婚姻咨询的过程中 很多外遇的丈夫向妻子提出离婚 原因总是 她和你不一样 她太需要我了 离不开我 是那人真的离不开她吗 不是 只是她表现地离不开她 是妻子真的不需要她吗 不是 只是她感受不到而已 孟非曾说 良心关系能够长久 重要的就两条 相互需要 彼此欣赏 深切的需要 坦诚的表达 会让双方在彼此的关系当中 有强烈的存在感 得到情感的满足 并愿意付出更多情感 相互指望的爱情才会亲密 相互指望的婚姻更暖人心 前同事生娃后 没有指望先生 生活上有妈妈就够了 家务不用操心 月子里也是妈妈睡主卧 照顾她和孩子 情感上孩子就是一切 她摆不得24小时和孩子粘在一块 和先生分房好几年 无话可说 也不在意 直到有一天 发现先生和一个女人 暧昧 长达几个月 天天从早聊到晚 她愤怒地全身发抖 可在反思她们的婚姻时 她意识到 无法相互指望的婚姻 必然出现问题 她曾提出过帮忙 可她和妈妈都嫌她笨 不让她插手 孩子睡着后 她钻进主卧 指望着能够跟她说说话 她嫌她烦 催她走 怕把孩子吵醒 一事呢 她和妈妈商量 新事 她只和闺蜜说 意识到这一点后 她开始把情感的指望 对向先生 和孩子分房睡 享受两人空间 大事小事都和先生商量 孩子上幼儿园 妈妈回老家之后 生活上 她们就只能够 指望彼此了 每天先生做饭 她洗碗 先生带娃 她整理房间 今天你哄娃洗澡 明天我给娃讲故事 周末她加班的时候 先生独自带孩子 做好饭菜 等她下班 先生偶尔晚回家 她准备好水果等她 给她锤煎 开心聊天 生活一天比一天甜 日子一天比一天敞亮 她说 现在的她 不再整天无事可做 和别人瞎聊天 而是主动撑起 整个家的丈夫和父亲 值得我仰慕 敬重 信赖和依靠 婚姻关系的最大错位 就是指望一切 唯独 不指望伴侣 在情感上指望孩子 彼此就会感到 不再重要 亲密关系受阻 在生活上指望老人 双方就感受不到 能担当的臂膀 会相互照顾的贴心 在交流上指望他人 另一方就会感觉 链接中断 甚至经历背叛 当什么都指望自己 对方就不懂得体贴 最终自己也身疲心累 相互指望才有爱的互动 夫妻才能够在磨合当中 学会付出与真爱 相互指望才是对的顺序 夫妻就能在成长中 共同独立和担当 网友大盈盈结婚第二年 先生查出生育困难 父母和朋友劝她离婚 她都断然拒绝 和先生一起走上慢慢求子路 先生做了两次手术 两个人做了两次试管 好不容易生下孩子 他竟被查出患了重病 而此时家里早已入不敷出 从前他是先生的指望 现在先生是他的托敬 在他觉得害怕 痛苦沮丧 甚至想要放弃时 是先生天天陪着他 开导他 给了他勇气和力量 他说 相互指望 不离不弃 生死相依 这就是我们的婚姻 提摩泰凯勒说 婚姻就是彼此在一个 残酷世界中的避难所 国学大师陈寅克 中年双目失明 情绪一度非常低落 甚至认为自己已经死了 妻子唐云除了在生活上 悉心照料 更是鼓励他重新振作 帮助他用耳带目 以口带手的方法 继续讲课协作 生活总不会一帆风顺 当遭遇不平 面对困难时 陪伴我们的伴侣 就是黑暗中的一抹光 楚音在《奇葩说》当中曾讲 有一次太太体检 查出生了重病 明明是常规检查 进去以后却直接手术 她坐在医院门口 嚎啕痛哭 她说伴侣意味着什么呢 共同生活 共同经历 当她太太躺在手术室 知道有她在门口守护等候 心里的某个角落 一定很踏实 而当手术结束 医生出来说是良性的时候 她也一定重生盼望 所谓夫妻在互相的指望当中 就有了很多的底气 你会知道 有个人一直在拖着你 然后过完这一生 圣经中有一句话 有人功胜孤身一人 若有两人 便能抵挡她 人生不易 夫妻同行 你跌倒了 我拉一把 我软弱了 你扶一把 彼此指望 即使再艰难的时刻 都有勇气携手度过 也能期待 共赢 峰回路转 韩国纪录片 《亲爱的不要跨过那条江》 描述了一对 迟暮老人的婚姻生活 奶奶一声 老头子 我手冷 爷爷就捧着奶奶的手 使劲哈热气 奶奶说膝盖疼 爷爷就总是不经意间 用手给奶奶轻揉膝盖 晚上爷爷牵着奶奶 陪她去院子里的厕所 怕她害怕 就在寒风里 大声唱着歌 后来呢 爷爷身体开始不好 咳得难受 奶奶就一遍遍 用手给她撸胸口 哄着爷爷坐在盆里 奶奶给她洗澡洗头 瞧 多干净呀 不管去哪里 奶奶都会凑爷爷耳边 大声地问 可以去那里吗 你能走到那里吗 如果爷爷点点头 奶奶就扶着她的手 慢慢走 爷爷睡觉 不让关灯了 中途醒来 看着面对着 她熟睡的奶奶 用手反复摸着奶奶的脸 头发 耳朵 又安心睡 醒来 又摸一遍 再睡 曾经 你是我的守护 现在 我是你的依靠 爷爷快离开时 奶奶哭着说 能一起走 该多好 两个人相互搀扶 一起翻山越岭 结婚76年 他们相互指望了76年 爷爷身体还好的时候 曾和奶奶聊到 时间流逝 人也慢慢变老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活着活着就快一百岁了 但珍贵的是 能有一个人和自己慢慢变老 在相互指望中走过一生 婚姻啊 不是一加一等于二 而是零点五加零点五等于一 不是你仍是你 我仍是我 而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婚姻中不必那么坚强和独立 尽管坦诚的相互麻烦 甜蜜的相互依偎 不要因为害怕失去 就包裹自己 害怕受伤就克制情感 爱是流动的 婚姻是需要彼此依赖的 满怀柔情的表达需要 充满喜乐的感谢对方 坚定不移地携手共度 相互指望 才能成就好的婚姻 一起共勉 优优独立